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朗桃桃桃 逃不及 英雄鋼鋼鋅女兒交 淡淡相照 裝置零笑 戒定今明天降下 水上飄 春風花橋 鋒鋒 天涯相似藏 伍雅 冷仙帝现在在什么地方 还守在河野村呢 李公主 你快点去吧 晚了就来不及了呀 武兵真的在那儿啊 我们两个人四只眼睛 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还有错得了啊 你快点去吧 小默 你去把丁七和林刚叫来 我们一定要把河野村围起来 我看武平还往哪儿逃 是 真是太好了 今天晚上就可以逮着武平了啊 伍雅 你师父我崔老前辈现在什么地方 我师父 天爹喝酒 一喝酒醉 现在啊一定是醉在这个庙里面 武平的武功高强 寻常的人绝不是他对手 你去找到你师父崔老前辈 就说我说的 无论如何让他赶到河野村去 好 马上去 李公主 kh daha 再建t 武平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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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至所以 我们正所见的 武平有左压心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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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這麼監視人家 人家想來也不敢來了 哎 那我們也不能不監視啊 這萬一他來了 我們不知道 怎麼跟狄大哥講呢 好啊 原來你們是奸細 馬欣 你們說的話我全都聽見了 我早就懷疑你們投靠 馬家樓不是真心的 果然你們是狄虎派來的奸細 馬欣 你不也是狄公子派來臥底的嗎 你以為我是狄虎的心腹 那也就錯了 我告訴你 我是五平的心腹 你們帶著寶箱來投靠馬家樓 原來是想引誘五爺露面 我今天既然知道這個秘密 就絕對饒不了你們 把基 zde心兒太小了 尊敲 一尊 fib 那你一定還堵嗎 沒有 我是老公 那你的腸子 是嗎? 為什麼? 因為他是 後面怎麼有人跑到大陵去了? 沒出事 想不到你會到這兒來偷金鳳的 難道說你就是五平? 我 說 是五爺讓我來的 可是五平不是說過了嗎? 等四隻寶鳳湊齊起的那天 他就當眾打開連環鎖 取出藏寶圖 難道說他反悔了? 桑大掌櫃 五爺 五爺本來打算不來 所以替莫雲飛來偷榜鄉 他是怕嫡虎抓他 不錯 不過現在五爺改變主意了 嫡虎冷寒春和崔大葫蘿 都趕到荷葉村去了 所以五爺決定親自來 五爺 五爺 他們到荷葉村幹什麼? 有一個不知死活的人 竟敢冒充五爺出現在荷葉村 不過這樣也好 等於替五爺設下一條釣虎離山記 五爺正好親自來取寶箱 免得莫雲飛失手 五爺 你口口聲聲的說五爺已經親自來了 他人呢 你瞧 五爺 現在 你可以以你的真面目相見了吧 當然可以 六爺 六爺 Ji 五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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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一看十三多哈 你 那天在吉祥客栈的庭院中 我已经发现了你的真面目 何叶村的家务瓶 是你们设下的圈套 不错 我们一直埋伏在马家楼 等你来自投罗网 哎 胡杨啊 嘿嘿嘿嘿 我老人家呀 早就对你起了疑心了 所以呀 我才不肯正式收你为徒 但是呢 我把你呀 待在我身边 就是要监视你 明白吗 你什么时候对我起了疑心 从你嫁过给封林克的时候起 你把玉狮子 给了封林克 后来武平 又送给卢九奶奶一对玉狮子 当时我曾经怀疑 封林克可能就是武平 所以我就开始打听 玉狮子的来历 终于被我查出来了 玉狮子一共有九队 难以伤人所有 这个伤人在海上 遭武平洗劫 从此以后 玉狮子就落入武平之手 而封林克的玉狮子 还在身边 送给卢九奶奶的那一队 分明就是你 龙汉春 你怎么知道 封林克 那个玉狮子 没送给别人呢 是我在闲聊的时候套出来的 是 原来你是 低虎是我八百之家的好兄弟 龙汉春 你不能单凭一个玉狮子 就确定我是武平 如果要是九个玉狮子 高价收买了怎么办 你别急啊 这个证据啊 当然还有了 晓晓 告诉他 是 师父 好 乌洋 头一次 卢九奶奶要我 带一封信给狄公子 信上写着武平的真实身份 可是我那封信 被人家偷走了 第二次 我又掉了一个荷包 那个荷包 正是武裕用来 向吕姑娘 认表姐弟的信物 我身边的人 只有你算得上是个神透 那武平不是你是谁 小姚 原来 你就是我的表弟 金竹刘 是啊 表姐 小姚 冷汗春 你告诉我 假武平是谁 是我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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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遵命 注意你当上 好 大哥 这山上供满了贼人 你不能上去 我上去的话 你眼睁人看上 你就逃走了嘛 可是武平轨迹多端 您上去了太危险了 不行 抓住武平 不能功亏一亏 我还是要上去 大哥 要上去 咱们一块上去 不要 我苦练青双剑二十年 唯恐犯下杀戒 所以一直没有实战 今天我倒想借这个机会 试一试我青双剑法的威力 大哥 你情愿在这耽误 然后让桑翠燕逃走 贤弟 如果你狠得下心 你舍得了二十年的勤奋 你现在马上去帮着崔老前辈 把桑翠燕给抓住 这武兵已经练成了四十八招泰山拳法 大哥这样上去 你放心 青双剑法 虚实莫测 急如撤电 我虽然只练到七分的火候 要把剑用到 如狂风奏气暴雨卷来 那个时候 武兵没有机会运气 实斩他的泰山拳法 班老 这我就放心了 那我走了 你要小心 开 啊 啊 啊 好 好 劫责后房保险 害得你 在天牢里受苦 我今天 一定要亲手杀了你 替我爹报仇 李苏丽 你不是我的对手 你不要自寻死路 少废了 松手吧 李苏丽 我不想伤你 你要是事相的话 就给我闪一边去 你不想跟我交手 是因为你心里有一个念头 你想逃走 对不对 巧了 我的心里 已有一个念头 我宁愿一死 也不愿意眼睁睁地 看你逃走 苏丽 你不想跟我交手 你说 你不会 告诉我 ~! !! 你退下吧 咱们 要一好 房屋 小夸 他 то 咱们 甑 你 牢 Đo 点 希望你不要破壞我的家規 好吧 桑翠燕 今天是我清理門戶的日子 你屢勸不停 你可別怪我為世的心狠 姥姥 姥姥 我知道我錯了 清理饒了我 姥姥 我跟妳學一十年 這十年當中 妳不但是教我武力 妳還像親娘一樣的疼我 姥姥 妳知道我自由就沒有妳了 妳在我心目中 妳就像是我娘一樣 姥姥 妳不是印象最疼我的嗎 姥姥 妳真的任性殺我嗎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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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知道這比不是我的本意 但韩春已經變心了 我還有什麼希望 她的心 姥姥 就因為她的心 所以我只有夢想 當上武林盟主的寶庸 我只是想在冷寒川面前 能够扬眉吐气 老老 我这样做 别人不了解 难道你也不能了解我的故事 傻孩子 真强 好胜 并没有错 可是 你不该勾结海盗 做出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 再说 音乐湖毁了之后 你连一点悔改的心意都没有 姥姥 我真的知道我错了 姥姥 你饶了我这一次 这一辈子我情愿永远都在你身边 我会跟今生女儿一样孝顺 姥姥 姥姥 我求求你饶了我饶了我 姥姥 我仇姥姥 和她小胜 就是我 妈 既沒看見桑翠燕呢 也沒看見你 原來你在這兒啊 高老婆子 看見桑翠燕沒有 你看見他了 那是男的 什麼 你 你把它給放跑了 你這糊塗老婆子 到了什麼時候 你怎麼還糊短啊 崔大喉咙 你別教訓人 前面是條絕路 他逃不掉 並不是我誠心要放他 而是我不忍心下手 他 他 你不忍心下手 你可以把他抓住 交給迪宮哥 我 真是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啊 你還有 我就說你糊短 說你不懂道理 你還意思兒呢 不認賬 崔大喉咙 你別罵人了 快撿上去吧 前面是條絕路 免得他自尋短見 莫名其妙 我呀 從來就沒看見過 像你這種莫名其妙的老婆子 這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阿七 大掌櫃的呢 就在前面的樹林子裡 謝謝你 等等 你就這麼走了嗎 謝謝你來向我報信 這個你拿去吧 就這麼少 我們主仆要逃走 在路上也不能沒有盤纏 以後我再重重地答謝你好了 是 風靈柱 我讓你躲在這兒 接住 原來你是 我是 玉使卓大人的三品護理 哦 不過 因為我經常奉命在外 迪虎又是新晉 追隨卓大人不久 所以我知道她 而她並不知道我 既然你是官方的人 當初為什麼要軟禁呂姑娘 而又廢除她的武功呢 桑翠燕 托我找回金鳳花 我如果不這麼做 她怎麼會相信我 我假意愛上了李素蓮 放棄金鳳花 也是為了讓桑翠燕適宜 至於 我點了李姑娘的血刀 那也只不過是 讓她受一點內傷 即使你不用內功去替她療傷 她也絕對是死不了 我這麼做 雖然是 讓李姑娘受些委屈 但是 為了要取信桑翠燕 為了要抓到武平 也只好如此 那你跟桑翠燕到馬家樓 也是事先計劃好的了 不錯 我的任務 是要查出武平事實 只有捷進桑翠燕 才會有機會捷進武平 爛公子 過去我為了要達成任務 不得不假意向李姑娘求親 可是現在武平已經舊棄了 我也應該回到平原去 向卓大人覆命 對了 冷公子 還請你代我 向李姑娘致上一份歉意 更祝福你們兩個 早節連理 白頭盜了 對了 剛才桑翠燕 就是從這個方向逃走 但是她很快就會回來 因為前面是條絕路 這個方向逃走 再來 我請你pop的 什麼 扒機 要挑戰 站起來 這沒什麼 就是從這個方向逃走 管公子 王妞 八重 你还年轻 以后好好的做人 不要再误入歧途 冷公子 我 我 快走 冷汗 我知道我逃不了 我也知道 以我的罪名 一定难逃一死 你动手吧 能够死在你的手里 我会瞑目的 你动手啊 你梦 那有啊 你 你 你 我 你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海 你的盒子里装什么东西 快说 好了 你 你要不说实话呀 可要挨打的啊 爹 如果我说了实话 你不是照样会打我吗 丁家 我告诉你好了 小海那个盒子里啊 装的全是毛虫耶 什么 毛虫 哎呀 你这小子 又到外边去顽皮了 把那么脏的东西给抓到屋子里来 好 今天我非要教训教训你不可 爹 我教训不可 你不要 爹姑娘 快救救我呀 我爹要打我 丁七 干嘛打孩子呢 好 李姑娘 你不知道 这孩子太顽皮了 简直不像蛙了 好了 好了 算了 这狄公子明儿个一走 要上京城去 你去看马车备好了没有 是 小海 我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这装王虫来像人 哎呀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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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糟了 今天早上啊 我在外面抓了一盒子毛虫回来 小海 顶头啊 就碰上我爹了 我一害怕 我就顺手啊 丢到那个后厅墙壁旁边那个遗箱里了 什么啊 说不定啊 盒子也翻了 盒子也不打开了 毛虫啊 爬得满遗箱了是 小海 爹 小海 爹 小海 怎么了 那是我的遗箱啊 讨厌了你 讨厌你 小海 爹 你这是顽皮 难怪你爹要打你 刘姑娘 你先别骂我嘛 我只是吓唬吓唬罗姑娘的 既然我找不到啊 一定在外面 我 我现在就去找 嗯 好 嘴 Drive 义公子 义公子 好 雪莫 明天一大早 我们就要回京城了 和我们一块儿走好 真 要不去 宁公子已经过世了 冷贤弟跟小瑶 都要跟我一块儿回去 让他顺利养一个人留着宝洞 我要回到罗夫山去 去侍奉我家师 我听说令师罗夫老人 生性好客 好友如云 对吗 我准备过两天 等我们料理完公布以后 我亲自上山 就拜见令师 林伯总 明天我们就要分手了 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我 我要说的 你全知道 说了也是多了 还是不要说的好 不过 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说 就是我那个表弟小瑶 一路上 要多关照他 多指点他 你怎么办 我会把他打亲兄弟眼的看见 你 好 好 小二哥你好棒啊 那当然了 我啊 现在练成了泰山拳法 我相信要不了多久 我就会成为武林中 人人敬仰的拳侠了 这温客跟海盗一平定 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你还要练什么拳法吗 小瑶 你小罗 你怎么那么笨呢 这个练武啊 在国家有难的时候 可以处敌杀贼 对不对 那但是在平常呢 你要是练武可以强身啊 小瑶哥 你等的真不少耶 普通了 我发现啊 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你 你 你小瑶哥 小瑶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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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搅着你呢 我小瑶哥 小瑶哥 你不肯定 你 Potom 你不肯定 你不肯定 你也不肯定 你想讲你 我 我再去拴散你的 你不肯定 那假的就是假的嘛 我怎麼知道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嘛 小羅 我有辦法 可以測得出來 你是真的喜歡我還是假的 什麼辦法 下回 你蓮姐在熬蓮子湯的時候 你肯不肯再偷一碗給我 這 肯不肯嗎 不肯嗎 不肯啊 那你根本就是假的喜歡我嘛 我不肯是有原因的 那還有什麼原因 上次被蓮姐發現了 蓮姐罵我 為什麼要吃不光明正大的吃 卻要偷吃 我又不敢說出來端給你吃的 你知不知道 我蓮姐還罵我蟬貓耶 那你就當吃蟬貓有什麼關係嘛 你本來就是蟬貓嘛 你 我才不願意為了你 被蓮姐罵蟬貓呢 你啊 所以啊 你根本不願意為我 被你蓮姐罵蟬貓 那你根本就是假的喜歡我嘛 好啊 小瑤 你再跟我說一遍 你 說啊 好嗎好嗎 就算你真的喜歡我好了 這還差不多 怎麼啦 真的喜歡我 就這麼難過啊 不是啦 是那個迪公子 他叫我來找蓮姐回去 有事情要商量 你看你 跟你講話就講得沒完的 把這件事情忘了怎麼辦啦 你這笨 那李姑娘呢 我怎麼知道 蓮姐說她要出去走走 我想大概不會走遠的 小瑤哥 你陪我一塊去找好不好 陪我去嘛 陪我去嘛 我管你的 我一定要陪我去 你總算 小瑤 我不要去嘛 你 我唸 小瑤 他自觉罪孽满身 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是谁 就连他的亲生儿子也不例外 我怎么能够违背七爷的意思呢 修剑曹七 半身漂泊江 浪迹天涯 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也没有人了解他 身前跟任何人没有恩怨 死后在家户上 也积不起一丝涟漪 就让他静静的长眠吧 人死啦 这一口气一散哪 就什么都完了 偏偏在活着的时候啊 又正又多又计较的 唉 邱妈妈能不能少说两句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 那那那咱们走吧 邱妈妈 你真的要跟我一块走 你不让我跟你走 难道说还让我跟曹琪走啊 啊 邱妈妈 我准备找一个亲近的地方 纵丧 养蝉 织布 自立更深 邱妈妈 你过得了这种苦日子吗 唉呦 你瞧瞧你这话说得多可笑啊 啊 我比你交了呢 啊 你能过的日子我会不能过呀 唉呦 允仙哪 我不是说过吗 唉咱们这份感情啊 比起那亲母女来啊 也差不了哪去 唉 我这辈子啊 只要啊 你不讨厌我 不嫌我啰嗦 唉 我是跟定你了 啊 邱妈妈 唉呀呀好了好了好了 别哭了别哭了 走走走走走 那咱们走了啊 哥 你来干什么 我上了曹琪 我心里一直很难过 今天 我是特别 特别来祭拜她的 唉 你跟她烧上几根香 你心里就不难过了啊 邱妈妈 少说两句 唉 唉 我说李姑娘 这我这个人哪 可是心知口快的人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啊 我说出来 你可别介意啊 啊 曹琪也死在你的手里头 你来祭奠她 这 唉 这可真是 毛苦耗子 甲慈威啊 邱妈妈 别说了 就算太多了 太多了 了 也不哭吧 不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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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便就是了 你不哭吧 不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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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妮,你也來祭拜曹七 是 今天在這裡 遇到你也好 今天你在這裡 今天在這兒 菊花彪可以还给我了吧 李姑娘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广东境内的窝寇已经全部肃清了 可是北方沿海还时常有窝寇来犯 我准备投校苏州的张将军麾下 献身军旅继续清剿北方沿海的窝寇 等窝寇全部肃清之日 也就是我回来的时候 李姑娘 如果你还带字归重 我会来找你的 难道桑翠燕你已经忘了吗 如果说忘了她 那是骗你 不过就让时日来冲淡她 你们想要回来 我们不过哪儿 我们不过来 我现在又想要回来 走 我现在想要去看她 柠檬 我 lemon 我今天想要去哪儿 你不想要去哪儿 你不想要去哪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